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我发现印度电影已经开始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改变 以前我们一讲的印度电影大家都嗤之以鼻,就是保莱坞 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宫殿里面跳舞什么歌舞这样 好像印度电影一定是保莱坞电影,保莱坞电影必须是那种歌舞片 让人忘忧,而不会去跟实际社会脱节 因为实际社会是贫穷落后,肮脏污秽,不卫生,疾病等等 各位看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你就知道 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重大疫情,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巴西 因为那边都有贫民窟,贫民窟是群聚感染的一个温床 但是印度人难道不会反省吗 各位如果有常常看印度电影,比如说白老虎 白老虎我放在下面,白老虎如果还没看的话 那你就落后了,就不是知识分子,可以简单这样讲 那那个我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印度电影 就是叫做印度合伙人 这个它跟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而是一种思想 这个印度合伙人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 讲的内容非常有意思,是一个男的 他老婆在那个,就在那个月经期 他们印度的习惯就是女人来月经的时候 就不能住在屋子里面,要住在阳台的那个床上 在外面睡觉,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认为说来月经的时候,女人是肮脏污秽的 这个很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 因此他们有印度人迷信嘛 所以他觉得说为什么呢 你不过就来月经怎样 但是在那个时代,印度已经有所谓的卫生棉 卫生棉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他们叫卫生经 经就是毛经的经 那个台湾叫做卫生棉 那在这个之前,在我母亲那个年代的人 那个时候女人的来月经 他们是用一个很像一个长形口罩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月经袋 然后中间拿了那个纱布或者是卫生纸 电卫生纸 那就是卫生棉的圆形 简单讲是圆形 所以我小小看到我母亲在晒那个时候 我说这什么口罩那么大 大人都会在那边讲 小孩子不要乱讲 也不要乱动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从那个月经袋 晒衣服的时候月经袋下面走 所以月经袋往往都是放在很偏僻的地方晒 那个洗完之后晒在那边 那个小小我们当然不懂 可是这个电影就是非常有趣 他叫做那个印度合伙人 他是这样讲 他是因为这个男的 他爱他太太 爱他的家庭 他就想说 那你为什么不买那个 他为什么他太太用那个卫生 就是月经袋 洗月经袋挂里面破布 那个月经袋 因为他是反复使用的 那个看起来很脏 他想说这个可能不卫生会感染 因此他就想说去买那个卫生棉给他太太用 因为那个时候印度已经有了 他就去买了 结果当时要55卢布 他买给他太太太就讲说蛮好的 结果把那个袋子 那个那个 那个 卫生棉袋子一拿起来 一看上面55卢布 他太太马上翻脸说 这个我们怎么用得起啊 这么贵的东西 事实上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那么多女性员工 那他们这个 他们的月经来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 有卫生巾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问那个女同志 说你们月经来的时候怎么样 人家会觉得你很变态 因为到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 都是把这个 这些生理 那个男女生理上的事情 当做是一个 当做是一种禁忌 这个实在是毫无道理 但我们不是有学过生理卫生 学过生物学吗 这也怎么能够当做是一个 是一个禁忌呢 所以你不能问任何人 后来我到这个厕所常常不通嘛 不通的原因就是 那些女人不把卫生巾丢到 那个垃圾桶 而把它丢到那个 丢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毛坑里面 那个毛坑水就冲不下去 冲不下去就塞住 塞住找工人一掏 就是卫生棉 就是就是卫生巾 三身五力都没用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 自己那个的卫生巾 好像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好像好像泄露了天机似的 所以他要丢到那个 丢到马桶里面 结果这个东西 因为太巨大 冲不掉 而且加了水 就它膨胀会塞住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东西叫卫生巾 那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们的工资 很少一点点 那卫生棉这么复杂的东西 又这么大 体积这么大 你就那个买卫生棉的 那个包装跟什么 跟那个卫生纸的包装一样 很巨大 那你 那你这个 每次生理期来的时候 你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 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外观 跟台湾的卫生棉 几乎没什么两样 台湾的卫生棉 一天到晚的广告 一下子又是什么 又长翅膀的 又是防侧漏 又是怎么样 可以安睡 什么什么东西 那都是用很隐悔的 那个语句来讲 但是大概你知道 如果说你结了婚之后 你就知道说 原来女人用这个玩意儿 但是就算你太太好了 你太太 她也对这个很赢悔 因为他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 就不讲这东西 那有的很初心的丈夫 还不了解太太的生理 其实是哪些日子 这就是很糟糕的现象 这种是一种典型的 落伍的现象 那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男的是很强壮的 一个印度男星 他演这个角色 他很贴心 然后他太太说 这个不能不准用 结果他就 他就把他想拿去退 结果那个店里的老板说 这不能退 这卖出去就不能退了 不能退之后 没办法 拿了这包卫生巾 结果就到工厂里面去 刚好工厂有一个工人 铁工厂嘛 那个手臂割伤了 割伤了之后 大家要拿那个抹布 来裹他伤 他说你不要 那个抹布很脏 没有消毒什么的 他就从那个卫生棉 那个包包打开 拿一个卫生棉给他敷倒 敷倒之后 到了医院去之后 那个医生就讲说 这个这谁弄的 他是他弄的 你这个弄得很好 这样子可以避免感染 用得非常好 拿卫生棉来当那个绷带 结果他就顺便问那个医生 讲说 那个女人 这个 生理期的时候 就是来月经的时候 用那个传统的那个月经袋 会怎么样 他说他们的医院里面 那个女性来看病的 80%都是因为因为阴道感染 阴道感染就是因为那个月经袋的反复使用 肮脏嘛 反复使用 没有杀剧 没有消毒 所以那这个卫生棉 卫生精这个东西是一次性的 用完就丢掉的 所以他不会有什么感染的问题 而且他这个货品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就有消毒过 等等的 他一听到以后 他讲说 原来这个卫生棉有这么多好处 那他太太又不用 结果他就想说 这卫生棉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就把卫生棉打的 就是棉花嘛 于是他就想说 印度是产棉大国 他就到那棉花工厂去 去买棉花来做这个东西 结果做了之后 他就找人使用 找到太太 他太太说你变态 找他姐姐 他姐姐把他赶出去了 他姐夫也在那边骂 而且脱离姐弟关系 那他找到 当然他妈妈可能停经了 他妈不用不必用了 那他姐姐也跟他脱离姐弟关系 觉得他这个家伙很变态 他太太也这样讲 结果他太也拒绝使用 结果他就想说 那就到街上去找人嘛 结果找了很多人 结果人家都觉得他是变态 你怎么一个大男人 会对女人的东西有兴趣 你又不是干这行的 什么什么的 又不是妇产科医生 什么妇科医生 什么的 结果他受到很大的挫折之后 结果他想说 一般老百姓都没有知识 结果他刚好跑到一个医学院里 医学院的门口 他无意间遇到一个女生 那医学院的女生 那个女生 他这些女生就是 医学院里面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他就不会忌讳这些东西 他就跟他讲说 他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卫生棉 请他试用 结果第二天他就看这个 这个女生刚好来月经嘛 结果第二天他问那个女的 那女生说 这有什么差别吗 不是都卫生棉吗 他说这是我做的 DIY用手做的 这女的就很惊讶了 你做的 这不是都工厂出来 用大量生产专业机器做的吗 结果这个男的就带他到 对这前面还有一段 他太太因为 因为因为那个 他在街上 推广这个卫生棉嘛 因为那个当时 已经有工厂生产的东西 只是他的售价太高 他想要把售价降低 降到一般老百姓 都能够花得起钱 这个情形 我曾经问过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的大陆人 包括年轻的女生 他们都悔莫如山 你要问他这个问题 他都不会回答 没想到人家印度都拍了电影 我曾经问他们讲说 像我的员工 在大陆的员工 女生的工资很低的 相对台湾来讲很低的 那卫生棉在台湾 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 他们怎么消费得起 我就怀疑 我说 大陆就有那些山寨工厂 专门制造低伪劣产品 我说伪劣产品 至少他也要用那些材料 也要有那个功能 吸血的功能 还有防漏的功能 等等等 他都要具备 而且模仿的外形 跟最先进的产品很像 虽然我没用过 但是我想 在中间那个男的 他自己拿那个猪血 放在他的裆部 然后用他自己做的 卫生棉来试验 骑脚踏车运动 深蹲什么的 看这个会不会漏 结果没想到 这个骑脚踏车在马路上的时候 突然那个 他下面那一包血突然破裂 破裂之后 整个他的白裤子上全都是血 结果他想着 就像女人来月景那样 他很难看 于是他想说 想要遮丑的方式 唯一的就是跳到恒河里面去 跳到河里面去之后 结果被所有的人都在里面指责 他说这是圣河 你污染了圣河 这里面宗教也参了依靠 从科学到竞技到什么民俗等等 全部都参加 印度人的电影越来越精彩 结果那些长老 那些宗教人员指责他之后 说你给我滚 滚出我们这个地区 你没有资格住在这边 结果他太太因为这样子受辱 大家都想说你先是个疯子 他在研究这个鬼东西 还在马路上面去到处推广 结果他太太就 他们两个虽然相爱 可是他太太的哥哥 就他的大舅子 大舅子小舅子 亲自来他们家 把他太太押走 带回娘家去 就等于说跟他 还有小孩也带走了 他变成一下子妻离子散 家伙人亡了 他只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工 就打工的时候 就做全职工为了赚钱 做全职工的时候 他在那个教授家里面 他跟那个教授讲这个事情 那个教授是个男的 也觉得这个家很变态 你一个男的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就算是教授 他的思想也有顾僻 也是认为这是女人的事情 女人家自己会处理 就没去想说男人可以设计女人的东西 包括那个现在的那个那些女人的那个胸罩啊 那个女人的内衣 内裤 束缚 都是男人设计的 因为很少有女人会懂的机械结构 那些人全是机械结构 那个女人的胸罩如何穿 如果说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 你没有看过女人怎么穿胸罩 你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穿吧 怎么穿上去的 那个手像琴拿一样在背后 怎么去扣那个扣子 她是在前面扣子要转到后面去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实际经验的话 你根本不会去理解的 还有那些东西到底能够能能能能集中托上托等等的 凡子种种都是有力学原理机械原理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女人可以想见 而都是男人设计的 这是题外话 那后来这个 这教授也也也也不看好她 结果她就很意外 就是刚刚讲她 她又设计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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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棉 就一个一个医学院的女生 她就用了 用了之后她觉得很好用 她就跟她的那个同学 就推广 那同学也就开始用了 知识分子开始使用了 就表示知识体大了 为什么 一般的渔夫渔妇 她不懂就拉倒了 但是知识分子能够接受 那就表示你的东西是正确的 玩也好 玩也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于是她就来了信心 那女的就说 她说她 你怎么生产 你一个人你怎么生产 她就带她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她仓库里面就有 简陋的机器 她是用一个人用手工来做这个东西 有简陋的机械 就是自工具 结果那女讲说 她就讲说 这个卫生棉里面的棉花 不是普通棉花 刚好那个教授的儿子 是一个小孩子 她会上上网 她就问那个小孩子说 她说这种棉花里面 她拿到那个 那个 那个 自棉厂去 自棉厂的人给她化验说 所以你这个东西不是普通棉花 这个 这个这里面有一种化学纤维在里面 这化学纤维里面 这个可以防漏 防 那个 吸水等等 很多功能 因此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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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卫生棉里面的棉花 只有一个公司专利 在美国 于是她知道之后 她就问那个小 小朋友 那小朋友上网 帮她查 果然是只有一个公司 在美国 这专利 专利产品 这个棉花 因此她说 那个棉花里面 有什么样的结构 什么什么怎么样 结果她就讲说 那人家能做 我们难道不能做吗 因为印度是产棉大国嘛 于是她就开始研究发展 就做出来那个东西之后 有那个医学院那个女生 就跟她 觉得这个 这个有潜力 因为价钱 比 比 比那些 那个 现在 示范品要便宜很多嘛 于是这个大学女生啊 就 就辞职 去 跟她合作 那就是所谓印度合伙人嘛 大学女生就背着大包包 就开始跟着这个男的 走街串巷 来推销他们做的东西 结果她 因为 因为这个 有可以试用 可以等等等啊 然后 结果还有就是 西州的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员工 是一个女的啊 被她那个先生家暴 打 她先生喝醉的时候 打这个女的 这女的就带小孩来逃 逃到那个街上 他们刚好就推销 这个卫生棉 碰到这个女的 结果那个 这个男主角身体很强壮 印度男星都是这样 胳膊都很粗的啊 结果就把那个醉汉 一下就摔倒在地下了 然后就讲说 你欺负女性啊 这个里面 她又要告诉你 男女平等啊 因为印度女人是 是非常的那个 卑微的 因此 结果就 这个女的就 就说 她也没地方去 她就好 来吧 来这边 来来 加入我们的阵容 来推销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天开始 大家就三个人 背个大袋子 里面放满了 卫生棉 到走街串巷的去推销 因为是男人推销 这个比较困难 那女人对女人就方便了 因此就开始 就就开始越来越多人聚集 那些家庭妇女也都跟她一样 背着大包包 就像以前的养乐多 养乐多妈妈一样 就开始走街串巷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直销 开始扩大她的营业 然后就开始去改良机器 请员工 然后那个来制造 大量制造 结果后来就发了 发到最后 他们就还上了那个教授奖 他们学校刚好有一个发明奖 那你这个东西的发明 很接地气 可能你会得奖 结果就推荐她 推荐她 结果她经过评审评合 认为这个东西 评价供应 可以打过非常经济实惠 而且好用 结果她得了金牌奖 得了金牌奖之后 就出名了 出名了之后 就在电视上面出现 结果她太太在电视上面 你看她先生在那个演讲 在联合国的一个 一个国际会议上演讲 她先生现在变成名人了 已经开始穿的那个 穿的很体面了 因为等于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然后就想就跟她联络上了 打电话跟她联络上了 因为她太太已经被她娘家的人 拽回她娘家去了 就打电话跟她联络 然后在这个时候 这个男的事业正在顶峰 跟她的合伙人 那个女的医学院女生 他们两个人因为推荐 他们两个是合伙人 因为他们两个人 等于说投入了所有的精力跟钱财 一切的所有的资源 全部投入在这个事业上 他们两个是一个最佳合伙人 就他们两个人 在走在一起的时候 正要 正要因为要修成正果 因为这个长期在一起 日久生情 两个人正要头碰头 正要接吻的时候 突然她手机响了 接到一个电话 是她太太 那她才想到说 原来她还有结婚 她还有小孩 因为这些她原来都 全部都没有了 妻离子善 家破人亡了 结果这个时候 她突然一下子悔悟了 不是悔悟 是醒悟了 醒悟虽然这个事业成功了 可是她把这一切 都让给那个女的 让给那个医学院的女生 说她要回归家庭 她认为说事业成功 不如家庭幸福 于是她又回归家庭 跟她太太 他们又重温 重修就好 而这个电影 就是在讲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非常的精彩 它的那个冲突性 各方面 各方面 我觉得印度电影在大幅进步 台湾现在不但没有国产电影 而且没有精彩的国产电影 包括了其他的那个精彩的国产电影 可多了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男生在研究卫生棉的故事 这个电影在印度片叫做印度合伙人 中国大陆好像把它翻译叫做护电侠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